銀色鄉行車 國道上開著開著 突然打了左轉燈 馬上就從中間車道切到內側車道 差點撞上這台休旅車 休旅車上女駕駛嚇壞了 為了閃鄉行車趕緊按喇叭踩煞車 不過天雨入滑 車子失控打滑 當場180度在國道上打轉 整個逆向停在高速公路上 起碼有10分鐘 車子一步又一步迎面開過來 當下真的很驚恐 好可怕 好可怕 你完全沒有想到會有那種 那種狀況發生 事隔一天回想起來 還是餘悸有存 女駕駛劉小姐說 當時她開車要到新竹找家人 沒想到卻遇上突如其來的狀況 當時腦中一片空白 幸好想起丈夫曾經說過的話 我老公之前有跟我講說 就是方向盤要抓緊 然後腳要翻 抱我那手腳應該是還在踩車的 劉小姐接著說 事發當下差點和她對撞的白色休旅車 車上一對夫妻 不僅沒自顧自開走 還拿了三角追給她 甚至陪她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如果有看到我的話就會跟我聯絡 又想要請他們吃飯 因為她可以跑掉的 因為並沒有撞到她 對 她可以跑掉 然後可以就放我一個人在那邊 自己處理事情的 可是他們留下來陪我那快十分鐘 為了閃車打滑180度 差點被撞 國道驚魂祭 讓劉小姐直說 真是離死亡最近的一刻 記者彭志銘 王世函 苗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